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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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雪 小雪 你连我都不记得了 没眼 我怎么会在这儿 你真是命大呀 当时胡子跟我汇报的时候 我都听傻了 你怎么能一个人执行 这么危险的任务啊 而且 你这条命 真的是从阎王爷那儿 捡回来的 我的命是你救的 我欠你一条命 现在认识我来了 算你有良心 你这条命呢 先记在我的账上 将来有一天 我要你还 你可不能犹豫啊 聂老师这样子 萧雪 是谁啊 这么难回答吗 算了 不问你了 就当我没说过 不过我必须问你 你为什么要来这个县城 又是为什么 要跟共产党一起行动 算了 我不该瞒你 当初咱们分开的时候 叔叔给我了一个任务 卧底 你还要听到你 你还要听到你 其实我早就猜到了 那个被吊死的人 是你的同伙吗 他们都是一些死士 所谓死士 就是为了某种信念 可以不顾一切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为什么要为共产党这么卖命啊 人被逼到那个时候 有点热血都会沸腾的 更好管我这一条命 我没猜错的话 那个萧雪 也是死尸 好了不问你了 吃药吧 我 我 我 你是怎么照顾萧雪的 教个你的任务 一个没完成 那她不吃饭 我有什么办法呀 我总不能硬塞她吃吧 谁让你塞她 我是要你呀 做她这里的工作 小石头 你姐在那披死刀呢 样子可杀人了 你快去看看 快去看看 小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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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刺了 你伤口还没好呢 让开 你身体不行 小石头 陪我一块练 你这一天就找什么事情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好 我陪你练 他直接回来 我的愿意 我的愿意 你帮我 你帮我 帮我 我去帮我 你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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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我 你帮我 你帮我 小石头 姐饿了 小石头 姐向你保证 我会把以前的事都忘了 以后 挺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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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想買《印象》 搞都是ели、借ョ,19、红山 secondo 我遇到了 对 同学行 hade 你真的明白吗 自从我在训练营 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想跟你说 你不应该来这种地方 你应该找个好男人嫁了 人这一生呢 就像扶贫一样 飘来飘去的 不知道哪天就死了 死了也没人为你伤心流泪 好的呢 死了之后 还有一捧黄土盖在身上 惨得 被狼狈硬调走了也不知道 你别这么悲观啊 那你娶我啊 我知道了 我已经答应了一个人 如果我不死的话 我一定会娶她 你答应得定的女人 是孝雪吗 是 是 吃开吧 优优独播設计划 诚子 梅艳 请原谅我的不死而定 我去找叔叔 我相信总有一天 你会找到自己的归宿 咱们后会有期 讨论生 扫个仔细一点 阿珊 那边 你看那边 阿昆 阿婆喝茶 不喝了 汤包好了吗 我去看看 回来 不用了 还是我自己来吧 娘 回来了 我回来了 娘 好 好 好 风儿 看谁回来了 你认得我吗 叫我 少爷 少爷哥哥好 给你糖就是少爷哥哥好 不给你糖呢 不好 你真傻假傻 不要欺负我们傻疯了 快洗洗手 咱吃饭 娘丁做了呀 你最爱吃的毛笋肉 但是我给你 干啥 也不吃饭 我 看你 要拿下吧 你 你 把末红 啊 你 给你的最高任务是什么 潜伏在共产党内部 钻得越深越好 然后等待叔叔调遣 你的命跟他们的命不一样 你是我手中最重要的一颗子 你还是唐家唯一的独苗 你要是死了 我怎么向党国交代 我怎么向你娘交代 叔叔 其实我有很多话要跟你说 共产党并不是像 咱们想象的那样 以前我听过很多她们的谣言 真正接近她们才知道 这些人 她们才是真正的动量 她们才是真正的可助之才 如果政府 容下她们一起抗认 那明日的中国 将无人能敌 叔叔 你应该去更多地了解这些人 他们不是土匪 也不是程兴想和政府作对 她们是想抗日 都是为老百姓着想 你说完了吗 你老是怎么死的你忘了吗 我们的财产是被谁供的产 你忘了吗 不要被他们的假乡做迷惑 共产党是我们头号的敌人 要是换了别人跟我这么说话 我自好就一想把她崩了 叔叔 闻生 你从小是被三民主义长大的 一个人 要永远忠于自己最初的信念 不能动摇 我没有动摇 那就好 码头仓库有一台最新式的 德国宝宝机 没有特殊情况 不要用它和我联系 我知道 明天你就动身 我给你找了个去处 重新打入共产党地下组织 我等你好消息 谢谢 来 把水给我 姐 都过了好几个月了 你还在为她难过呢 已经好几个月了吗 我怎么觉得 好多事情 就像昨天刚发生的一样 赶紧赶紧赌本车高 郑伟怎么回事 别人搁上来了 你俩前路太大 你赶快保住老乡 出去山洞里面见 是 快快快快 来擦擦 不疼吧 这一条军儿 怎么办 你呢 漂亮 乱了吧 来 小雪 你来一下 救过 我起了话跟你说 好 正偉 走路背後轉移 以後該怎麼辦 你放心吧 我們一定會打回去的 小雪 現在有個任務交給你 您說 大姐他們現在工作上 遇到一些困難 需要你去協作一下 明天上午 你和小時候都 一起出發到旺江 好的 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 放心吧 正偉 好 去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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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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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找一个女佣人 这对咱们是一个机会啊 那我呢 我干啥呀 一旦小雪进入他们家 行动就不方便了 你可以当通讯员啊 没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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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女人是谁啊 她的名字叫 梅燕 看您说的 不给谁面子 也得给你这个局长的面子呀 行 我一定亲自 把请贴送到您的府上去 这样总行了吧 不过您可要记得 一定要来 好 再见 小姐 这是来公馆帮忙的丫头 您看谁合适 无所谓了 您看谁手脚麻利 就留下吧 姑娘们 给我到后院去吧 哎 耳环掉了 刘妈 还愣着干什么呀 帮小姐找找 刚才你打电话的时候掉的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夏小旭 夏小旭 为什么叫小旭 我娘说 小旭 就是小太阳的意思 这个丫头挺机灵的 刘妈 哎 就刘她吧 给我背车 是 进来 小姐 您的咖啡 放这儿吧 帮我叠一下床 好 你在看什么 哦 没什么 我就是觉得 那小姐 您长得真好看 光天男人这么说了 女人就在心里这么想 也不会说出来 你是第一个 谢谢 那是因为 他们嫉妒你 你不嫉妒吗 我凭什么 你一生下来 就跟我们不是一样的人 有什么不一样的 早几年 我不过是被亲妈 扔在别人家门口的 一个丫头 后来又被别人卖了 不讲了 总之这个年头 女人不管混到什么缝 都一样没用 你呢 为什么 从家里出来伺候人 我没有家了 我的家人全都死了 要不是您收留我 我还真不知道该去哪 也是个苦命的人啊 你在我这儿好好干 我会对你好的 谢谢小姐 出去吧 晚安 他人挺直的 表面看上去不像坏人 就是有点风尘味 要是他说的 他的身份是真的话 那他背后一定有靠山 小雪啊 你千万要注意 不要露出破绽来 我知道 我跟他说 我叫小旭 小旭 石头啊 你记住了啊 以后别叫错了 姐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知道了 对了 他们今天要办个酒会 可能要请一些 有头有脸的人 我得赶紧回去 给他们做帮手 行 那你就回去吧 有什么消息 让石头通知我 不要太平凡地过来 注意安全 那我走了 我们队长 你终于来了 我还以为你不给面子呢 我还以为你不给面子呢 欣兵队长 你得很好 少爷 如果你还活着 我一定娶你 龙本将军到 我早就站在那里 我还没来 我们刚才烹的 我都别来 我都别 до你 Wass que 我都别在这里 没有 我都别在那里 我都别在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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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别在那里 梅燕小姐 龙本先生 大家光临 真是荣幸 这里熟悉的朋友很多 看来梅燕小姐很有面子 小女子有什么面子 大家都是冲着您来的 这位先生很面生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绍岩先生 他在这里做酒的生意 龙信酒厂就是他开的 咱们这人喝的清酒 都是他送来的 龙本先生你好 我已经帮你准备了 上好的清酒 以后的生意 希望龙本先生多多照顾 客气 对不起大家打扰了 你们先出去 大家随意 不要那么拘调 龙本先生 明年请 来 赵阳俊 先别走 进去聊一聊吧 行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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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您的咖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小姐 许太家他们来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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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